我叫陆小凤 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哼 在想花瓣 这是陆小凤和花满楼的第一次正式相遇 一个浪子一个瞎子 两人携手面对极乐楼的终极考验 无焰姑娘乃是极乐楼的头牌 相貌绝美说话婉转清脆 三言两语就让二人摘下了面具 更是提出以天女散花的游戏一决胜负 只需猜出盘中的花瓣是单是双 便可独庸家人一夜 还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讯息 无焰右手拍击无数花瓣冲天起 一时间眼花缭乱满屋芬芳 花满楼听风便为从容淡定 陆小凤目不停歇口中莫属略显慌乱 心知不妙却是以内境将一枚花瓣 击落在无焰右肩之上 花满楼闻声便为功夫武林一绝 从容不破道出答案 一共是427片花瓣 花公子好厉害 无焰自是心中震撼 陆小凤狡黠地走向无焰 从肩上拿下那一片花瓣 花满楼虽知陆小凤取巧 但仍旧爽快承认 并将善罪交给了陆小凤 二位公子虽然有输有赢 但人生何尝不是有输有赢啊 大厅之内 瞬间涌进一群靓丽女子 将陆小凤团堂围住